頭條叫關心是不是真的調查無上限呢 現在鼎芯飼料油案 檢方總共收押了七個人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會不會傳喚集團的大老闆慧英充 鼎芯飼料油混油案搞得人心惶惶 檢方積極偵辦彰化台南高雄嘉義各地檢署 目前總共將七人深壓獲准一人交保 彰化地檢署十一號深壓鼎芯平保組長蔡俊勇 鼎芯飼油前總經理長梅峰 以及進口飼料油的台商楊正義 法院十二號上午裁定三人積壓禁件 另外嘉義地檢署追查鼎芯油品上游 十二號晚間永城負責人蔡振州 被裁定收押禁件 另一家鼎芯上游油商九峰油支公司 負責人邱飛龍以二十萬元交保 妹妹邱麗品則是十三號凌晨積壓獲准 高雄地檢署追查正義油品來源 十二號晚間也對居中牽線 賣油給鼎芯的前客 林民中神壓獲准 而台南地檢署日前偵辦 賣油給鼎芯的吳榮和 其中嘉義地檢署十二號晚間 搜索九峰油支公司 常務邱麗品坦純 成衣顧客需求混油 再賣給新好及鼎芯集團等 十三號凌晨嘉義地方法院裁定 羈押獲准 這是這個業者他的盡頭 飼料用油 我們主要來查看他的飼料用油 有沒有流用到食用油 張華檢方透露剛接替 魏英聰出任鼎芯 自由董事長的陳茂佳已被列為被告 如果十三號他未到案說明 檢方將考慮拘題 另外檢方也表示 下一步不排除傳喚魏英聰 李宜晴最嫌 有電TV綜合報導